看似是一个微小的功能上线 背后不知道让多少水军无所遁形 前功尽弃 在大陆网络平台上兴风作浪 挑拨是非的境外势力中 台湾的1450网军是重要成员之一 大陆各社群平台日前上线显示用户IP属地功能 网友们发现 其中有些所谓大V属地显示台湾 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对此声称 将持续关注该类争议讯息平台 如涉及步伐将立案侦办 明眼人不难看出 民进党当局如此迫不及待地跳出来 企图搅浑水和转移焦点的成分较多 因为IP地址属地展示功能的上限 目的是为了有效治理网上谣言 帮助网民有效辨别网上信息真伪 看似是一个微小的功能 背后不知道让多少水军无所遁形 前功尽弃 在大陆网络平台上兴风作浪挑拨是非的境外势力中 台湾的1450网军是重要成员之一 因此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的模糊焦点带节奏也就不奇怪了 近些年大陆互联网上的水军和境外势力实在猖獗 相信经常混微博的人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大陆北方网友的梗 该梗出自一位微博网友发言自称 我是一个中国北方人 后因措辞奇怪发言漏洞太多 以及没接上网友们的暗号 结果彻底漏线 这个大陆北方网友的梗 也成了网友们调侃境外水军的常用词 在网上潜伏的所谓大陆北方网友中 除了境外间谍情报人员之外 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 那就是台湾网军 根据台媒2016年的报道资料 民进党之前发布的所谓国防政策蓝皮书特别强调 要整合当前军事单位与信息通信电子技术能力 从而在陆海空军种组成武装部队的结构上 组建独立的第四军种部队 而这就是所谓的网军 这些台湾的网军成员 由于和大陆同文同种 语言无障碍 比起西方间谍和反华势力网军 对大陆网民思维更熟悉 他们在网上也更隐蔽 分析起大陆情况更加精准 带节奏更加容易 危害性相当大 这些台湾网军的危害 不仅限于操弄统独议题和进行网络攻击 他们还经常搅乱两岸舆论 在热点问题上撕裂两岸情感 挑动对立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 这项措施出台后最着急的是谁 他们当网特的成本又提高了 如果网络特务不想暴露自己的地址 大概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来隐藏IP地址 但是如果一个网军有数百上千个账号呢 这得多麻烦 成本得多高 现在网上的有些杂音 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这批被精准点穴的水军在反扑罢了 对此大陆吃瓜群众喜闻乐见 当过街老鼠就要有暴露后被打的觉悟 当然我们知道和境外势力打舆论战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开放显示IP也许只是第一步 即使动用一些网络手段 我们也很难揪出所有的伪装者 但是起码现在现行了一批 很多网军得废号重练了 而且更多的网民也会变得清醒 不会轻易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利用和挑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我们要把舆论的主导权抓在自己手里 不断与民进党当局的网络水军做斗争 这不仅关系到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 甚至可能与国家安全都息息相关 广大网友万不可掉以轻心